再來看到北韓一直被經濟制裁 這個大家都不能跟北韓做生意 但為什麼金正恩一直有最厲害的豪車可以做呢 最近看到了他又有買新車 他買什麼新車 他買賓士最貴的SUV 他到底是哪裡買來這些厲害的車 據說他真的很喜歡蒐集這些豪車 超跑各種 但明明賓士就已經被美國下令 說不准再跟北韓做生意 他哪裡管到買來這厲害的車 問問這個宋哥 沒錯 我們看到最近金正恩出席 他們公開場合 然後北韓的電視台就拍到他這個畫面 就會拍說大家嚇一跳 因為他從這個車子走下來的時候 大家仔細看 這是賓士的豪車品牌 賣巴赫 他的這個GLS的600系列 他怎麼會拿到這個車 因為為什麼 因為其實金正恩已經老早 北韓就被大家全世界制裁 所以說不要說賣巴赫 他要拿到海外所有車 其實都是違法的 只是說賓士第一個時間就說 我們絕對沒有賣給他 為什麼 因為這個車其實要訂做 這車是訂做 而且他這個車子 他有加裝甲板加厚 所以他可以防彈 所以他這個一共是 目前為止我們看到這一台 這一台來說 應該就是金正恩 因為他如果你後來仔細再看的話 他後面還有所謂寫這個 國務委員委員長的這個名字 所以看起來就是金正恩的這個作車 好 那在這台車 如果用在南韓來說的話 折合新台幣大概約莫是610萬 但是因為他還有加裝甲板 還有加裝不一樣 所以這台車如果他是那種 加這個所謂有加裝甲板 這台車大概應該可能要破千萬 然後他來台灣的售價 我們以空車為例 南韓賣610萬 台灣是賣1146萬元 那當然還要加上裝甲那些部分 那可能會更貴 所以你就知道這台車其實是好車 那他為什麼坐這個車 因為其實傳言 之前這個Dennis Rodman 就是小蟲 他不是有去跟這個金正恩 他說我們好朋友對不對 他金正恩後來這個Dennis Rodman 就說我的預估 他應該身價是不菲 那外面有幫金正恩預估過 大概價值是 他的身價大概可能有1500億台幣左右 那你1500億台幣買這個車 輕吧 小PACE 金正恩真的很喜歡買這種車 每個人每一次看到都說 你到底用哪裡買來的 而且聽說他有非常多的跑車 這是羅德曼自己講的 他說我看到他有很多 他帶他去參觀 一大堆跑車 那當然 但是我們當然沒有看過他開跑車 為什麼 因為其實已經正恩目前的身材 他要坐進跑車 大概是塞不進去 他可能進去之後就出不來了 可能他旁邊很多人把他拉出來才行 所以你看他坐的是這種車 他坐 其實他每次坐 出來坐你看他就坐 要嘛就坐賓士的坐車 或是坐Lexus的車子 要嘛就坐這個休旅車 這就是很好坐的這個車子 那其實他 人家就說他真的是愛車子 愛到什麼程度 因為他其實最近坐賣巴赫 但他前一陣子坐的是Lexus 對 人家說Lexus 你不是跟日本是血仇 你還買這個 對 你還買Lexus 就雖然我就說車可以跨越國界 可以跨越一切所有的障礙 那大家想說這輛車從哪裡來呢 因為事實上這輛車來說的話 根據目前賓士去查 他們訂做完之後 先送到這個路特丹 賓士一定知道這輛車是誰訂的嘛 對 有訂的 但是訂的可能就不是 不是金正恩的車 他們坐好 那這車就一開始走 從路特丹就走到中國大陸的大連港 然後大連港的時候 這時候車都是還是 這個還沒有收到 然後後來還有從大連港到大阪去 然後在大阪之後又到釜山 然後到釜山來的時候 原本運的這個車子 他就轉移到另外一台車 另外一台這個船上面 這個船是這個編號是DN5505 而且他的掛牌國籍是多哥 多哥在哪裡 在西非的國家 然後這個車 這個所謂船的船東是巴拉馬公司 所以等於是說他又轉移到這個船 船是多哥的船 然後這個老闆是巴拉馬的公司 所以等於是混淆你這個到底是誰對不對 然後後來又從釜山出發 然後出發之後就不見了 他把這個應答器關掉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他到哪裡去 但是後來打開應答器的時候 他已經又回到釜山來了 而且那個兩台車已經不見了 變成是裝了很多煤 那後來大家就回推 就是說他可能去了海參威附近的一個叫 這個納禍德卡港這個地方 而且在他抵達沒多久之後 有一艘這個北韓的貨機抵達到海參威的港 的這個飛機 這個機場 然後把他們載走了 所以就是等於是用這樣的方式 金正恩要買個車也真是辛苦 沒辦法 他們全世界制裁 各國都會防止說 你真的要賣給金正恩的時候 就會阻止你們 但是他顯然轉了那麼多手 你已經要追到他的時候 他已經進去北韓的境內了 所以你根本沒辦法追到 好 那我們講 金正恩當然過得很開心 因為他有1500億台幣的狀況 但是北韓民眾其實就過得苦哈哈 為什麼最近這個BBC 他有揭露一個文章 一個影片 這影片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講是有人拍的這個影片 那拍這個影片是 你看這個有兩個被剃光頭 他們是小孩子 他們才16歲 做了什麼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等於是說 他們有看一些 他們北韓認定是 污秽的這個影片 可能不排除是來自南韓的 這個偶像劇 看了韓劇就不行 不行 就被剃光頭 然後就是說 因為你們這樣子 思想會受到污染 所以你看下面 你可以注意看 下面做的都是小學生 在下面做的小 等於是兩個學生 他們就上銬 然後給你幫眾就說 殺雞儆猴 對 我們判你們要勞改12年 那就是說因為什麼 因為你們就是看了這些 我們認定這個污秽的影片 所以就等於用這個來殺雞儆猴 恫嚇你 讓你很害怕 那除了這個件事 最近北韓才發生一件事 就是人家才公布出來 在去年12月的時候 北韓發生一個非常嚴重的 火車翻覆的這個事件 那這個車是從這個平壤出發 然後要到他們一個另外一個地方 結果沒想到這個 閒進南道的這個川端這個地方 端川這個地方 發生嚴重的車 嚴重的意外 什麼意外 因為在這個他們爬坡的過程 他要爬到海拔大概700公尺左右 結果沒想到因為火車 他們是前這個火車頭在帶動 結果火車頭可能因為當時的電力不穩 還是怎麼樣 突然就沒辦法往前進了 往前就開始倒退路 然後倒退路就整個這樣往後倒退路 所以你看他們後來這個 後面幾截車廂就翻覆了 那翻覆了之後 那因為這裡面來說 後段大家約莫 目前知道 後段約莫有七段的這個車廂 完全都是毀掉了 然後裡面來說 大概有四百個人死亡 後面的七個車廂的人 幾乎全部陣亡了 那前面有 因為他們這個領導幹部 坐在前面 所以前面的是OK 頭整廂 對 頭整廂OK 但是後面幾個車廂 因為他是鬥退路 鬥退路所以他這樣擠壓 後面就會比較慘 所以其實金正恩嚎怒 但是其實目前北韓的民眾 是相當苦 那也因為這樣 所以他為什麼最近開始 這個對南韓一直叫囂 我覺得內部的壓力 其實還是對金正恩來說是蠻大的 對 這個壓力很大 但是這個買車還是依舊不手軟